不少人会用瘦口水作口腔狐狸 希望改善牙周病、猪牙、口臭等问题 想证明杀菌结症口腔 一些关于为什么用瘦口水的迷思 你怎么可以不知道 销委会最近搜集了市面上32款瘦口水 分析当中的有效成分和它们的主要功能 包括有杀菌功效的精油 西比六胺、六级定、最维铜典 强化牙齿表面 有效防止蛀芽的忽发物 和腸肌轮灰石 可以减轻口臭的新盐 和具美白功效的过氧化氢 既然不同成分有不同的功效 在买的时候 最重要看清楚哪种成分適合自己的需要 瘦口水的功效这么多 我们直接用瘦口水取代刷牙 有没有可以 其实最好和最有效的清洁牙齿风 方法是擦牙和用牙线 但靠瘦口水 绝对不能够彻底清洁牙菌膜 那小朋友又可不可以用瘦口水呢? 要小心了 儿童有机会不小心吞了大量的瘦口水 造成危险 所以卫生署并不建议6岁以下的儿童用瘦口水 另外还要将瘦口水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 用瘦口水 有辣和辣的感觉 和杀菌功效有没有关系? 瘦口水辣不辣 和杀菌功效没有直接关系 而是视乎配方里面的成分 那买的时候又要留意些什么呢? 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需要看清楚成分 使用指引和适用年龄 但在调查中 部分样本没有清晰标示这些重要资料 并不理想 另外 有瘦口水采用了最维酮点成分 它释出的游离点元素 对怀孕中的妇女 和有甲状腺疾病的人士有不良影响 而长时间使用西比六安 和六级定的瘦口水 也有机会令牙齿染有跡斑 和短暂影响微角 消费者要小心选择 虽然大容量包装 比较经济实惠和环保 但买之前都要先考虑自己的浪口习惯 再减适合尺寸的瘦口水 瘦口水不是必须要日日用 如果到期前用不完 或者觉得口味不适合 就会造成浪费 大家在精明杀菌的同时 也可以精明选择 为环保出一分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